另外大家都知道拍卖会所拍卖的物件 多数为价值连城的古物名画等等 而在接下来的新闻里要带您到 光丰地区农会家政班成果发表会的现场 由于是农会首度以趣味拍卖的方式 来分享班员们今年度的研习成果 一起来看看拍卖了哪些好物 成果发表会上家政班员不仅展示 展示自己的作品更轮流来个趣味拍卖会 分享今年度的学习成果 光丰地区农会举办家政班年度成果发表会 首度加入拍卖会活动 每个家政班纷纷拿出了鸭香宝 从手工艺品祖传腌制的辣椒 豆干或者是农产加工品 全都搬上拍卖台来拍卖 有的头一次上台担任拍卖师有些不熟悉 还得劳驾总干事张明发来协助化修 但是家政班的婆妈姐妹们都觉得新鲜有趣 举手喊驾抢标乐趣十足 光丰地区的会办理今年度家政班成果展 特别比照副比式拍卖会一般的模式 让家政班姐妹们除了分享今年度各项的研习成果 也从中学习如何展示展售自己的作品 互相学习也彼此分享 今天是我们光丰地区伴侣幸福农村聚绿色照护的一个成果展 大家互相学习联谊 其中里面有一个比较创新的就是 家政成果作品拍卖贩售啊 因为我们家政班做的成果作品都非常的好 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大家可以学习到非常 除了会做以外还要会卖 18个家政班200多位的班员 每一班几乎都是头一次当拍卖师 从确生生到后来每个人大力敲锤 拍卖落锤成交的那份成就感无可比拟 也让年度成果展变成了另类的拍卖师体验学习 活动受到家政班的好评 总干事张明发表示 明能度也将会重新调整后再延续办理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